本剧情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请勿推号入座 哈喽 毛哥们好呀 欢迎收看卡蒙电影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卡 小卡今天来吐槽一部国产电影 聊斋新片 是画皮新娘 我估计这个剧组比较穷 从网上几百块钱买来的骷龙道具 就赶来拍恐怖片 只见这道具从棺材里穿了出来 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手持红伞来到小桥上 正巧一书生走了过来 看见美女就上前搭讪 也没打听打听价格啥地 就直接给带回了家 到家里还没把美女扑到 自己先丢了性命 妹妹西门燕也因此遭了殃 被女妖扒下了皮囊 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家庭小橙子看到这一幕 直接被吓尿了 镜头一转三十年过去了 男主王公子在江南出差时 看到西门燕的画像 便迷恋上了这样的女子 王公子有一个知书达理的妻子 非常恩爱 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孕 王公子的母亲很是着急 拿来一堆姑娘画像 让其挑选娜妾生子 被王公子果断拒绝了 晚上与朋友喝酒 因妻子没有怀孕 被取笑了一番 回家的路上 听到了好听的声音 来呀 快活一样 反正有打把时光 来呀 爱情啊 造作呀 你来呀 循着声音 王公子晕晕乎乎的 来到了一个房子 好巧不巧的 直接走进了卧室 看见一妹子 穿着大裤衩子 躺在床上 妹子正是那个 穿着新美艳皮囊的女妖 王公子走近一看 呀 这不是画上的妹子吗 看着如此美艳清凉的妹子 王公子 把持不住自己 两个人互相撩拨了几句 就直接进行了武艺切磋 看到这儿 我算是明白了 你那会拒绝母亲 是因为画上的妹子不好看呀 我还以为你是多么专情的男人呢 一夜春宵后 王公子就把女妖 娶回来家做妾 洞房之时 急不可耐的王公子 为了尽快扑倒女妖 便答应了女妖三个要求 第一 晚上的时候 不许点灯 第二 醒房之后 得分床睡 那 那第三呢 第三啊 就是晚上 不许进我房内 次日王公子上街 碰到了一个道士 道士表示 王公子印堂花黑 邪气缠身 让他注意点 王公子随从反击说 你个丑道士 你是烟情安家里公子 去了チーラスティーブ 吧你啊 说完便走了 这边 女妖来到妻子面前 嚣张跋扈的 嘚瑟了一番 送给她一幅画 丫鬟气不过 直接拿去扔进火里 没想到 发出了腹臭味 当晚 王公子随从 也不知道是出于好奇 还是好色 早早藏在了 女妖的床下 女妖一剥撩骚操作后 将其心脏挖出 并把尸体 扔在妻子的门口 试图嫁祸妻子 让其滚蛋 早就想赶走妻子的老太太 此时坚持要赶走妻子 王公子坚信妻子 不是那样的人 百般阻拦下 把妻子留下了 又是一个晚上 女妖边走边嘚瑟 边脸三次 挑衅摄影师 接着一丫鬟 被女妖杀害 再次嫁祸给了妻子 女妖对大家说 妻子是妖 这连两起修杀案 惹得大家人心惶惶 王公子的弟弟 觉得事情很蹊跷 表示大嫂的闻人 我们都知道 她肯定不是妖 也不会杀人 反而这个刚过门的小嫂子 有些奇怪 惊虫上脑的王公子 听了自然是不理会弟弟 这天 女妖对弟弟说 自己知道杀人凶手 便约弟弟 晚上在山上的 一个房子里见 到了晚上 弟弟如约而至 女妖开始色约弟弟 本以为要上演 小叔子和嫂子 那啥子起码时 没想到弟弟 直接拒绝了女妖 这把女妖气死了 你妈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 不败到在我石榴群下 一怒之下 杀了弟弟 并再次嫁户给了妻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太太 病倒在床上 女妖支走丫鬟 趁机杀害了老太太 并呼应出老太太的画像 妻子无奈 跑去倒灌 找道士帮忙降魔除妖 而此时道士 掐手腕子一算 女妖就在镇上 找到道士后 道士说 女妖生前是南唐的公主 丈夫死得早 变成小寡妇的公主 性情大变 她每天都找 年轻的帅小伙 去自己的房间 凡事了 就把那些男的给杀了 公主还有个习惯 每杀一个人 都会把死者化下来 后来因为自己的一个情人 跟自己的丫鬟偷情 公主一怒之下 把他们都杀了 过了没多久 公主病死了 死后竟变成了妖 还延续着自己 生前的喜好 那就是没事 就从棺材里 跑出来找男人 并且以吃心脏为生 道士说 当年她亲眼目睹了 小姐被杀害 还被女妖占用了皮囊 哦 原来她就是当年 西门燕的家丁啊 她苦心修炼30年 就是为了除掉女妖 为小姐报仇 道士与妻子商量 让妻子把女妖 引用到道观里 将其消灭 哪知道士根本不是 女妖的对手 才一个回合 就被女妖打伤了 道士表示 女妖现在等级太高 需要两个法器 才能将其消灭 一个是不灭竹 一个是斩妖剑 但是不灭竹早就失传了 不过可以把人火烧了 变成不灭竹 为了救自己的帐篷 妻子决定牺牲自己 与此同时 道士的徒弟 拿着一个招妖镜 找到王公子 这是我师父 让我给你的宝物 此物换作招妖镜 今晚 你与西门燕行完房 待她回屋之后 用此物照在她身上 你自然就看到 所有的真相 小道士可能是考虑到 王公子看清楚 妖怪真面目后 再也下不去嘴 所以让她 再happy一晚上吧 事后 王公子通过招妖镜 看到女妖的真面目 吓得拔腿就跑 找到道士 此时 妻子以丧生活海 变成了一个蜡烛 按照道士的要求 王公子回家 声称给女妖的惊喜 把女妖骗了出来 一群人围着打斗了一番后 女妖先打不过 就被导演安排 跑回到自己的棺材里 捉人追了过来 倒是拿出法器和符咒 用了五毛钱的特效 女妖在惨叫中被消灭了 电影最后 王公子在蜡烛中 看到微笑的妻子 对女妖如果奔烂杀无辜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被广大女性推崇 火头的一个渣男收割机 演员的演技和长相 实在令人唏嘘 尤其是女妖 她哪买了 动不动就是扭来扭去的分白眼 其他人就给留给你们吐槽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小卡结束的小伙伴们 来点赞关注评论走一波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了 拜